这堂课的名字 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冥想禅修 或者冥想打坐三条的次第和窍诀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程 实际上这种课我们通常是师父带徒弟才传的 也就是你是我的徒弟我才传的 但是这次很感慨 人生几乎是瞬间的 你看对于死去的几千人来讲 他们染病来讲 谁想他会死呢 谁想到自己这么年纪轻轻就会死 谁想一家人都在同一个时间死掉 人生是个虚假的 你要追求这种虚假的 人的享受是没有智慧 而在这个基础上 我也准备把这个课程公开 我们有一些课程是公开课程 这个公开的目的不仅利于你们 这以前都是我们在师徒传承中 师父是告诉其秘密的东西 说是原则上德行不好 或者是他的志向不坚定的人 是不能够深度讲的 但是这几天我反思了一下 我们还是把它公开 给所有的有缘人去学习 我们通常修炼三要诀 就是一个调心 调息 息就是呼吸 第三要诀才是调神 很多人重视七之座多么标准 实际上这个是颠倒的 七之座虽然是要求 但是不是主要的 心不调 那么后面的喜不调 心息相依 这两个不调 你身在坐直了都没用 这是什么 这是西方meditation 和我们有传承的 师徒传承这样的一个教学的 严格分水理 西方的meditation 基本上重视调身 调身 就是这个身怎么调好 它在调心里面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至于说调息 它更讲不到第二次第和第三次第 我们这次分三次第来讲 实际是还可以把它更细 但是我们是为了大家掌握得快一点 我们只分三次第去讲 也就是调身 调心 息 身 各有三个档次的内容